Hello 大家好 我是Owen 吳雲譜 我是一個藝人 亦是節目主持 我有五樣想介紹給大家關於我的物件 由它開始 這就是我的軍牌 裡面有我的軍人編號 有我的名字的Initial 加拿來軍牌和美國軍牌 大家平時都會在軍事迷物件 會看到那些店舖 那些軍牌有點不同 就是加拿來軍牌是這樣的 兩邊是黏在一起 如果當軍人殉職 那個遺體運到自己家 或者是家鄉 或者是國家葬禮的時候 這個軍牌就會分成兩半 一半會放進軍人的遺體口裏 而另一半會傳給他的家人 至於第二樣要跟大家介紹 體積比較大 讓我先把他搬上來 是 其實是一個四乘五的相機 如果大家有看一些古舊的影片 例如像黃飛鴻 十三依經常抬著相機 就是類似這款 他叫四乘五相機 為什麼是四乘五呢 因為飛鴻 是四乘五那麼大的 大約是這樣的 每次只可以一張 就把它放在後面 然後拿出來的飛鴻 就要到黑房那裡充滿 至於調校的微焦距 就是要靠領這幾個電腦 令到中間的管道 就會有伸長和縮短 鏡頭就在前面 當我要拍照 我要怎樣看 就要把布放在後面 在看見面可以看到 倒轉的影像 當我調校好所有要拍照 就會按了按鈕 就會拍了照 現在我也有拍照 但主要地都是 用數碼相機 方便隨時可以 買上網 在社交媒體和大家分享 至於第三樣的物件 就是在香港發生 拿回來的 這是2019年 Mr.Hong Kong的長刊 當時照顧我們的工作人員 化妝監製等等 而每一位 因為有12個 我們各自都會寫 好像我們小學 中學畢業時寫紀念冊 李偉健 當時是8號 即是現在外匯家的Terry 還有就是 7號 許家傑 宋水輝 對 他們兩個都是跟我同一屆 我自己了 是不是很期待呢 哈哈哈哈 很不像 那時候幾獎 我是10號 所以 當時分開少年組和聖年組 我們幾個都是聖年組 經常去活動或練習 我們會編排在一組 所以我們幾個會比較朋友 後來完成這個比賽之後 一起加入了TVB 第四樣要和大家介紹的 就是經過我入行之後 都有一段日子 成立了我自己的跑步隊 第一款的太陽眼鏡 於是我就和其他不同的藝人 媒體朋友 一起組成了我們的跑步隊 就叫做Super Unit 寸法就是 S-U-P-E-R-U-N-I-T 但裏面其實 S-U-P-E 跟著有 R-U-N 是可以變成一個 RUN字 我玩一點 字體上的設計 就變成了Super Unit 這個Logo 好了 輪到第五樣可以代表到我的物件 這就是一對E-Wing籃球鞋 Patrick E-Wing曾經也是一個 籃球界的代表性人物 這對特別是紫色、綠色 是Hornet版的 是E-Wing紀念其中一個隊友 Anthony Manson的一對 Crossover的籃球鞋 大家可能都會儲來來去幾款的籃球鞋 我喜歡儲偏一點 這個是其中一對 因為剛剛今年的All Star 在夏洛特那裡舉行 所以又可以配襯這隻顏色 另外有的 都是現役的 韋特 韋特那雙鞋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就是李寧的 我有第二代、第三代 還有就是Wins Carter 贏入津津賽那一對的N1 那一對太極 這對也是非常經典 Iverson的Question 和Anthony這兩代的球鞋 等等 當然 很大路的 和大家都很喜歡的Jordan系列 我也有不少的 不過我也是喜歡一些 在香港未必找得到的球鞋 我覺得有那個成功感之外 也不會那麼撞款 更加一件事就是 不會怕被大家說 這對是在深圳買回來的假裝 這對應該在深圳買不到吧 我想這五件 就是可以代表到我的五件物品 希望看完之後 大家可以對我了解多些 想得到這對球鞋 但同時又可以跟我一樣 有心做善事的朋友的話 尺寸九號半 US九號半 當然可以送給朋友 自己穿也可以 或者自己吵也可以 希望得到的話 留意我們的內紋